我們現在是住在一個很特別的環境 美國是從來未試過shelter in place 就是困住你家不可以出去 這個是從來未試過的 也未試過經濟會由高點這麼快掉下去 讓這麼多人失業 股市在很短期內不見了幾乎一萬點 這個情況從來都未見過 我相信弟兄姊妹 我們當中有些人你的生活都受到影響 即使你的生活沒有直接受到影響 你周圍的人受到影響 你都會覺得人心黃黃 不知道會不會傳染到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可以保持多久 又不知道這個經濟什麼時候才會重新上去 有很多的不明朗因素 令到人的心是很驚慌很憂 今天我要講到的題目 今天我要講到的題目 就叫做以神為樂 是講到喜樂的 這裡是說我們要喜樂 就好像保羅在肥拉比書那裡這樣說 他們說你們要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然後他又說 你應該心裡是一無掛淚 這個是很難做得到的 我想讀幾節的經文 是在詩篇第37篇 我由第三節開始讀 你當依靠耶和華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實為良 留意第四節 第四節說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第五節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 並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第六節 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我們就停在這裡 我們很簡單來做一個祈禱 天父在這個這麼困難的時刻 當我們心裡有很多的憂慮 周圍是很不明朗的情況 但我們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我們求你用你的話語 來安慰我們的心 也都用你的話語 成為我們心裡的力量 我們能夠面對 不明朗的將來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 恭敬家里手中 求主你親自的向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來說話 祈禱奉主耶穌祈禱明求 阿門 第四節這裡說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這個樂呢 就是講到歡喜快樂 那麼他說 以耶和華為樂 即是我們不是以 我們的環境 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或者我們的地位 或者我們的聰明 智慧我們的手段 我們的才幹 不是靠那些 這裡講到說 我們喜樂那個的全員 是因為耶和華 這裡呢 也都是講到 耶和華是主動的 我們的神是主動 因為這裡講到 祂是會將我們心裡 所求的是賜給我們 又說我們交託給祂的時候 依靠祂的時候 祂就會成全 所以那個主動是在神那裡 我們呢 是一個被動的地位 我們只是依靠 只是交託 所以我們信主的人呢 就有這個福分 就是 上帝會 上帝會 顧念我們 上帝會 為我們開路 上帝會 成全我們 心裡面 很想的東西 這個我稍後 再會詳細解釋給大家 好了 這裡講話 以耶和華為樂 這個呢 裡面呢 是假定 我們跟上帝 是已經有一個個人的關係 如果你沒有這個個人關係的時候呢 但是你探望上是以耶和華為樂的 我們不單止是成為一個基督徒 與上帝是建立一個個人的關係 而且呢 第三節那裡說 我們是要依靠祂 我們以祂的信實為良 我們以祂為樂呢 這個裡面 是假定了 我們跟上帝之間 是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所以不單止是我們有關係 而且這個關係是一個親密的關係 是 有幾樣是 可以叫做先決的條件呢 就是你要有了這幾樣 然後你才能夠 是以耶和華為樂的 第一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首先是要跟上帝 有一個個人的 和親密的關係 第二個先決的條件呢 就是我們對神的那個聖情 和本質呢 是有一個基本一定的形式 就是我們是對神的做事的法則 對祂的愛 對我們這位神到底是怎樣的一位神呢 我們是有一定的形式的 我們信了主一段時間呢 我們從我們的經歷當中 我們經歷過神 我們知道我們這位神是怎樣的 我們看聖經 因為聖經裡面也都讓我們知道 我們這位神是怎樣的一位神 而聖靈在我們的心裡面呢 也都是教導我們 讓我們能夠明白 到底我們這位神是怎樣的一位神 第三個先決條件呢 就是當你認識了這位神的聖情 和祂的本質呢 你是很愛祂的聖情 和祂的属性 你很願意是跟祂親近的 這個是讓你和神之間是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其實我們的神是很想我們跟祂是有一個親密的關係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特別在這個時候 我們是有需要我們心裡面憂慮的時候 我們特別是要親近神 趁著我們這一段時間呢 是能夠多些時間在家裡 多些自己的時間呢 我們就要用這個時間呢 是來多些認識神 多些來親近祂 這樣呢 這個我們就有那個先決的條件 我們是可以來到神的面前 是以祂為我們的喜樂 不論周圍的環境 是多麼的惡劣呢 我們都能夠在主裡面 我們的心依然是有平安 有穩妥 有喜樂的 我剛才提過 他說我們都應該是 我們都應該是 一路的認識神的聖情 和祂的聖格 要我提幾樣神的聖情 神的聖格很明顯 在聖經裡面 在我們個人的經歷裡面 是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神 是這樣的一位神 第一樣就是 我們這位神是一位公義的神 第六節提到公義這兩個字 我們這位神也是一位信實的神 第三節那裡 也都提到信實這兩個字 就是我們的神是一個聖結的 一個不以有罪為無罪的 是一位很正義的神 我們的神也是一位守信的神 是信得過的 我們可以是託付祂的 神的公義和信實 成為你和我心中的喜樂 第二樣我們神的属性是什麽呢 神的慈愛和祂的拯救 就成為我們的喜樂了 你和我認識神之前 我們都在聚中的 神將我們由聚中帶出來 拯救我們 結淨我們 還讓我們成為祂的兒女 這個裡面是有很大的慈愛 也是拯救 基督教是一個拯救的宗教 是我們需要有一位救主 所以主耶穌不是我們基督教的教主 主耶穌是我們的救主 第三樣神的性格 神的本質是什麽呢 是祂的話語就是真理 就帶著力量 祂將祂的話語給過我們 我們就能夠憑著祂的話語 我們能夠有喜樂 第四樣我們所認識的神呢 是祂是一位永恆的神 祂是自有永有的神 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是幾十年而已 有一天我們都會離開這個世界的 但是因為神愛我們的緣故 神所做的一切 是只有天使和人呢 是有永恆的 即是呢 神是愛我們 愛到一個地步 是與我們共享永恆的 神這個永恆的計劃 在聖經裡面 是讓我們看到的 祂也很清楚讓我們看到 祂這個永恆的計劃 是有祂與我 在裡面的 這個也成為我們的喜樂 所以我們所認識的這位神呢 是第一 祂的公義和信實 成為我們的喜樂 第二就是祂的慈愛 和祂的拯救 成為我們的喜樂 第三就是祂的話語 祂的真理 成為我們心裡面的喜樂 第四呢 就是祂的永恆的計劃 和我們在祂這個計劃裡面 這個就成為我們心裡面的喜樂 我順便在這裡一提 就是我們以神為我們的喜樂 但是不知道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呢 神也都以我們為祂的喜樂 在詩篇第149篇第四節那裡這樣說 因為耶和華喜愛祂的百姓 祂的百姓不是那麼好的 祂的百姓經常都犯罪跌倒離棄祂的 但是神沒有放棄對祂百姓的愛 西班牙書第三章第17節那裡這樣說 耶和華 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祂在祂的中間因你歡欣喜樂 這是講到神 神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以祂為樂 祂也都以我們為祂的歡欣和喜樂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我們的神說 默言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以祂下書第六十二章第四節那裡這樣說 祂說 祂說 你必不再稱為撇棄的 即是神不放棄我們的 你的地也都不稱為荒涼的地 你卻要稱為我 這個就是講到神了 我所喜悅的 因為耶和華喜悅 大家想想 這個是多麼甜蜜的圖畫 我們因為認識神 愛神 所以我們以神為我們的喜樂 在什麼環境下 我們都是以祂為我們的喜樂 但是神也都同樣的 是因為我們愛祂的緣故 祂以我們為祂的喜樂 這個是一個互相相愛 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圖畫 是能夠令到我們的心 是非常喜樂的 好了 我們現在要來到第四節的下面那一句 第四節兩句 下面那句說 祂就是神 當我們以祂為喜樂的時候 當我們跟祂有一個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神是將我們心裏面所求的 是賜給我們 這個中文的翻譯 我們一讀 就很容易是認為 我心裏面想要什麼 因為神愛我 神就會成全的了 這個就變成了 神好像皇大仙一樣 有求必應 我心裏面想什麼 祂就要為我成就了 所以我的心才會喜樂 如果祂不為我成就 我的心就沒有喜樂了 是不是這樣呢 這一句的解釋 是不是說 你的心想什麼 神就為你成全了 在我們個人的經歷當中 很多時候我們求神是沒有答應的 起碼不會馬上答應我們 所以你和我都不能夠說 因為我愛神的緣故 所以我想什麼 祂都要為我成就 沒有這樣的 神不是我們的伯仁 神不是一個皇大仙 那這一句到底是怎樣解釋呢 英文說 He will give you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 我們解釋這一句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 到底神賜什麼給我們 神是不是我們想到什麼要的 像個小孩 你不給我我就拿地 是不是神一定要這樣做呢 這句的解釋不是這樣 神賜給我們是什麼呢 你留心看這一句 其實神賜給我們 是我們心中的渴望 不是我們所渴望的東西 乃是我們心中的所求所想的呢 當我們和神有個親密關係的時候 我們心中所求所想的東西 是神放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所想到的東西不會再是 神啊你給我多一點的錢 你給我更加好的工作 你給我這樣 你給我那樣 都是從一個自私 為了自己的角度來出發的 但是當我們和神的關係密切的時候 神會將我們心中所求所想的東西 是那個意念 他放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們所求的 我們所想的 就一定是符合神的心意的 所以說 為什麼我們所求所想的 他會為我們成就呢 因為我們所求所想的 是符合神的心意 一定是能夠討祂的喜悅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意念 是祂擺在我們的心裡 所以 所以當我們無論在什麼環境 我們以神為我們的喜樂 我們保持跟祂一個親密的關係 我們一樣的愛祂 我們一樣的倚靠祂 在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神會將我們心裡所求所想的東西 是比過我們 聖靈會是感動我們的心 讓我們知道我們應該怎樣求 而我們所求的東西 不會再是為了自己的好處 我們會求神的國降臨 我們會求神的榮耀能夠彰顯 我們會求更多的人能夠認識神 能夠得救 為什麼呢 因為神是願意萬人得救 不願意一個人沉淪 我們開始我們心裡想想的 所求的東西 是會和神的心意 是大家很吻合的 這個呢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樣的時候 這個真是一個喜樂 真是一個蒙福的人生 最後在這一段 疫情隔離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我最近心裡的那個討告 是什麼內容呢 有五方面 我讀給大家聽 請大家也都為這五件事來祈禱 第一 我們為我們的總統 特朗普和他的國員和他的團隊 來祈禱 不論你對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現在他神將他擺在一個國家領導的地位 我們就要為他祈禱了 我們願上帝呢 是賜給他有耐力 有體力 有從天上來的智慧 知道怎樣來應付這一場歷史的危機 第二呢 我的祈禱是為所有和疲勞和防護裝備不足 冒著健康甚至生命風險的前線的醫務人員 來到祈禱 他們當中很多人是染了病的 我們求神是給他們力量 讓他們能夠復原 讓他們能夠有體力來應付這一場的戰爭 第三呢 我是為那些從病毒感染之後 復原的人來祈禱 有很多人是復原的 但復原不等於他以後不會再染病的 我們為他的那個復原來祈禱 第四樣是為那些非基督徒來祈禱 讓這一個的危機成為他們生命的轉捋點 讓他們知道生命的短暫 讓他們對我們的主有一個需求 有一個渴求的心 最後第五點呢 是為我們這一班暫時我們不能夠一起敬拜的基督徒來祈禱 是願上帝是加征我們那個用我們餘生 每一日好好地為主而活的那個的決心 請我們低頭祈禱 天父我們雖然不能夠在一起聚會 但你都在我們的當中 求你是接受我們對你的敬拜 我們對你說我們的心是很愛你 我們也都感謝你是以我們為樂 求主你幫助我們在這一段隔離的日子 我們更加和你的親近 我們更加認識你 我們更加愛你 好叫我們心裏面是有從天上來的喜樂 這個喜樂是超越我們周圍的環境的 我們感謝你 將你的心意是放在我們裏面 讓我們能夠是同感一靈的 我們一起的來到為福音 來到努力 感謝你給我們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满